這裏又是說了,Test好它,Test好之後 哪一個對它會有 least effect,最小的 最不影響它失車,即是說Q的下跌 Test好之後T的下跌是最小的 哪一個是最小呢?Demand Elastic In Elastic Supply Demand For Other Transportation Mean Of Costing the Harbour 這個5是完全無關的,因為現在我們說的是Habour 其他東西我們不是Test給它,其實它那邊不會有變化 我們看看這裏,我們試一次 如果Demand和Supply In Elastic 或是In Elastic 情況會怎樣呢? 我們用比較極端的情況 我們先Test了這個Supply,因為它只有一個選擇 如果Supply Elastic的話,Kings Elastic 就是Supply按,然後Demand按 如果Supply按,我們再加Test上去 OK,它的Q會變化 好,我們知道Q會變化 那變得多不多,我們會比較一下其他 如果Demand是Elastic和Demand是Elastic 如果Demand是Elastic,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Supply,一個正常的Supply,加稅 加上來 好,Q是會變化的 OK,P變得沒那麼多,因為比較Elastic 對價錢敏感,一加價就離開了 所以Supply也不敢加這麼多 我們試試如果Demand是In Elastic 我們有它比較一下 好,加了稅 好,P升很多 因為人們沒什麼反應 所以Supply當然是寧願把所有的稅都給你 但你會發覺Q是沒什麼變化的 因為沒什麼反應 加價你也不走 所以Supply給你多些錢 但是你不走的時候Q就跌得很少 所以稅的稅都會瘦了 差不多 即是我們可以比較 Supply有一定的Demand change 如果Supply是Elastic的話 如果Demand是Elastic的話 Q應該會變很多 如果利用概念去想 因為Elastic 即是對價錢很敏感 所以會變很多 如果用Elastic 就對價錢不敏感 即是加了稅也不太動 所以Q變得很少 在Foundbook圖裡我們也會看到 雖然我們沒有實際的數字 但是比起來 我們用極端的例子去比較的時候 你會看到 當Demand是Elastic的時候 Q的改變就是最少